下阳儿的早期症状没有特异性 它主要表现就是一个咽喉部不适 咽部异物感这么一个早期症状 表现为老是觉得咽部有痰 有分泌物复着 咳不进咳不立 老觉得那个地方有个鱼翅卡的感觉 这个是它的早期的一些表现 就是一个普通的慢性咽喉炎的表现 凡是遇到这样的病人 患者要重视长期的咽部不舒服 一定要去看医生 看下阳有没有长东西 第二个我们去看病的时候 我们的医生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能只是张口看一下就行了 要做全面的检查 包括电子喉镜检查等等 如果电子喉镜发现 比如说下阳这一地方有一些间接的真相 比如说没看到肿瘤 但是发现储瘤比较多 或者这个地方的局部有一些肿胀 但是没看到肿瘤 粘没一些肿胀 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能轻易放过 一定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比如支撑护镜检查呀 CT核瘠检查等等 来除外有没有肿瘤的可能性 不打电话 不是什么之所以 不得了这样的寄理 接着你 如果要迷线应该 我这次的妙境 这次的妙境 都不及了 特别的妙境